遇到这种事怕什么 既然是无人区跟他们干呢 也有人觉得我分享的这个故事 纯属瞎编乱造 纯粹为了吸引流量博眼球 总之呢是说什么的都有 那天早上 我们从西藏阿里改泽县出发 沿216国道向北行驶 中午我们在仙遣乡纪念馆附近停车休息 这时候有人凑到我同伴的车跟前 问是否需要向导 由于同伴没什么在藏区游历的经验 对于那个人未雨离才 直到后来我才得知这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沿216继续往北走 从仙遣乡这里开始 一直到新疆榆田 茫茫几百公里都是无人区 然而走着走着 突然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给拦下来 好说歹说就是不让过 直到他们中有个人恶狠狠的说 现在不牛了是吧 刚刚不是理都不理我们的人吗 这我才明白 原来是同伴得罪人了 僵持不下 我们有个小伙伴感到害怕 偷偷报了警 先遣乡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我们两部车规规矩矩地停在 216国道的百游路面上 且进入我们车内一检查 看到我们把所有的垃圾都收集在车内 并未乱扔 我们并不存在擅闯无人区 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 民警心里已经大概有数了 想必他们也知道 这伙人没少难为外地车 在这里我们要为先遣乡派出所点赞 为西藏公安点赞 感谢你们秉公执法 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声张正义 这些年我多次在藏区行走 遇到的西藏公安给我留下的印象 大多非常好 故事讲到这儿了 不知还有没有人觉得 我这是在胡编乱造 是剧本 可能依旧会有 但对于这部分人 其实我不认为他们是键盘侠 他们之所以这样想 我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目前这个网络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确实有不少博主为了骗取流量 而编织剧情谎言 网友们被这样的垃圾内容骗得多了 自然也就不愿意再相信其他 而像我们这种真人真事 反而被认为是编出来的 只能说这种现状很可悲 也有人说自己经常在祖国西部自驾 从未遇到过这种事 来西藏自驾远没有我说的那么邪乎 对于这种人 我只能说永远别拿自己的认知 去评探别人的经历 你没遇上 那只能说明你没遇上 对于叫嚣着让我们去和对方硬干的人 我理解你们的善良和义愤填膺 但是在具体的事情面前 打嘴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好我们遇到的西藏公安比较靠谱 有事找警察这话 在西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鸣谢先遣乡派出所民警 致敬西藏阿里高原公安 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